下午如果是第一次來的朋友們說明一下 因為大家都吃很多東西了嘛 然後也應該開始想要睡覺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通常下午就會安排大概三四個短講 一個短講是八分鐘的時間讓大家聽一聽一些有趣的東西 不一定是提案的 就是大家分享一些各領域的事情 那等一下先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講者的先注意這邊喔 等一下一個人只有八分鐘 七分鐘的時候就會看到這一張 就有人把你拿下來 所以就是務必不要超時 那今天四個短講裡面第一個短講是KAI 就是余凱 那余凱就是這一位 那我快前面幫他暖場一下 因為他很辛苦的今天從高雄封城樸樸的上來 等一下又馬上要離開去家 是專門為了 超熱血的 那余凱是誰 因為今天在座可能有一些是公務部門 有些不是的 我幫他介紹一下 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520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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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之前就有一個封投書 就是給林全院長的信 就是說其實公務員 我們自己也很想實踐夢想 人事制度有很多問題 研討制度有很多問題 等等等 就是算是一個 從來自體制內的一個檢討的聲音 然後因為我自己在衛福部嘛 然後我們就知道其實我們的部長們什麼 就是林全就真的把這整篇文章 就寄給所有的部會首長 然後也很快的時候 就在上上週把行政院他們 就做了一件事情 好 這個他們的新聞稿 反正重點就是說 欸的確是真的有滿多問題的 所以余凱裡面提到 那篇投書裡面提到了什麼 人事還有一些是審計會計之類的 人事制 在研討制度裡面 就在上上禮拜有做了第一步的簡化 所以是一篇投書 真的可以造福超多的公務員 那其實我們今天 Dream在這裡 很多我們大家應該都在討論 怎麼讓政府更好 那有一些來自體制內的聲音 我覺得是真的還滿重要的 所以我可以幫我打書一下嗎 因為他自己是本人 礙於公務員的一些奇怪的反應 他不能打他自己的書 所以我不是他嘛 我們也可以幫他講吧 其實他不只是有一篇投書 其實他寫了一本叫 《公門菜鳥飛》這本書 那你還不知道裡面寫什麼 沒有關係 只要先知道他有非常非常狂的推薦名單 你就這樣 全面行政院只要先去 現任行政院想推薦 然後小黃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他太狂了 然後如果你去看他的那個大綱 就是他真的 如果大家想要 因為我發現每次來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你們自己公務門怎麼想 你到底困難在哪裡 為什麼不改一改啊之類的 我覺得其實看這本書 可以快速的了解 體制內他的限制在哪裡 我只是大力大力的 就是推薦大家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就先把 因為他不能自己打書 所以他今天必須要講一個 什麼 而且不然打馬賽克 所以他今天的主題 跟他的書 可能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就是 就是我們還是掌聲歡迎他 大家好就是 我是余凱 然後第一次來到GV 就要報告 所以壓力有點大 那 對 我今天是來打書 就是 主要是 因為大家知道說 如果說這個系統 他還有問題的話 我們必須要熟悉他的語言 我們才能夠去做修正 就是電腦系統有沒有 我們要相同語言才能夠寫作 那我覺得如果是政府出了問題的話 其實民間要跟政府溝通 也必須要熟悉政府的語言 你才有辦法去做 就是法國修憑這件事情 那 現在有很多的 就是公民參議員的 一致 但是 很多公民參議員 其實他可能不見了解說 政府的語言是什麼 那 其實我覺得很多 政府發生的問題 也不當然是政府自己的問題 那 我今天舉這個例子 是 跟大家說 美清明是應用 但是 就是 目前是應用上還有困難 那 待會講說 這困難在哪裡 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國主計畫法在高雄23年之後 去年的年底通過了 那國主計畫法過了之後 他有很多的 分區要分出來 其中一個叫做 環境敏感區 那環境敏感區 他其實有很多的分類 包含就是水質水原保護區 山坡地 然後原住民保留區 然後還有野生動物的重要棲息環境 等等等 那我今天談的就是 關於野生動物的 敏感環境區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我們過去有很多的 這個是水質水原保護區 他們 水利署有開發一個系統 可以讓你去插哪些區塊 有沒有水質水原保護區 那這個是 目前 比較重要的就是 只要到水質水原保護區 我們就 第一級的就完全禁止開發 但是我們知道 之前有很多個案例 就是 發函 高雄的那個 切禁私利他要開發 因為有黑面皮路 所以到了很大的抗爭 那條路是在 十年前他的多次計畫 就已經跨過去了 十年前之前沒有生態資料庫 所以我們不知道那邊有黑面皮路 那條路就這樣開過去了 但是現在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同樣的例子 在石虎 在那個三億的外環道 他要畫的時候 就有遇到抗爭 因為保護人士說 那邊有是 石虎密度很高的地方 我們應該要避免 但是當地想要開發的距離 就說沒有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邊有一次石虎 所以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正確資料庫 告訴我們 過去發生的是什麼事情 然後他有什麼趨勢的變動 那我在 就是 我過去在高雄市的時候 就做了這個事情 就是把高雄市的生態資料庫建起來 那我們這個生態資料庫 在地方政府能量有限 我們沒有辦法花那麼多錢 在每年度做褲查 所以我們的資料庫 就是很大量的來源 是來自於中央的單位 比如說 農委會的領務局 特有保育中心 然後內政部的國家公園柱 然後還有就是 中醫院的台幣生命大百科這樣 然後未來其實 如果環製部順利成立的話 所有的跟生態資源有關的資料 都會到他們這個環境資源交換平台裡面 那上面看到就是特有生物中心 他們已經有把資料上傳上去 零務局也是 但是有些 比如說像內政部的國家公園 他可能 因為是不同的跨部門的 所以他其實不會那麼信你 因為現在還沒有環資料 所以他還不會把資料交到環保所上 那這就是一個跨部門連結的一個問題 好 那在高雄市怎麼做呢 除了中央部會的資料交換之外 我們希望說可以有一些在地團體的能量進來 所以我們就跟社區協會跟環保NGO合作 然後請他們提供資料 另外一個就是來自於地方都會有環民按鍵 中央也會有環民按鍵 那這個就是今天會講的重點 環民按鍵的生態資料 過去是怎麼樣 能不能用在這個資料庫裡 這就是我們跟公民團體簽了一個備忘錄 就是說 就是他們想要調查的類型 譬如說他想要調柳類他就勾兩類 他想要調查兩支一帕中類 他就勾兩支一帕中類 想要勾調查魚類就勾魚類這樣 然後就跟他們簽一個備忘錄 什麼時候 什麼時間點你要上傳資料回來 消失的這個資料庫裡面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政府懲罰的人會跑收藏也會換 但是公民團 就是社區的民眾應該比較不會動 所以他們如果學會這套方法 他們就會變成一個持續的資料提供者 好 那這一個我就不惜講 這是中原院他們的尺度是10公里乘以10公里一個方格 那我們的尺度是1公里乘以1公里那個方格 然後用那個圈圈的大小 表示出那個物種在那個地方的數量 那如果是保育類的話當然會 就是 他如果那邊有很多保育類的話 就會變成他可能是一個生產的民間區位 然後我們把這個生物的圖資 把這個生物的資料跟一些圖 圖層套底 比如說跟都市計畫區的圖層套底 或是非都市計畫區的 或是重要失地 套一上去就知道說那些生物 分布跟這些圖層有什麼關係 假如說今天有一個特有 農業的特定用地 然後它裡面有一些重要的事物 那我們就代表說 那個農業用地可能真的要好恍惚 不要讓它變成商業區這樣 因為政府有時候會 會把這類型的用地 就是經過用地的變更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開發區 然後 因為剛才有講就是 我們這個資料就是用點位去 就是用點位大小去看 可是我們會遇到說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那個 有顏色的那個土地使用分去套上去之後 有些點位它就會不見 因為就顏色會蓋上去看不太清楚這樣 那這個就是在資訊上面 必須要被處理的部分 那當然有一些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保育類的物種 表示出來在那個區域吧 然後 因為 這張先跳過好了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持續提供一個生態敏感區的判讀的話 我們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資料是標準化的 但是 這邊可能不知道有沒有唸過生態 生態上面的調查就是 很多人講說你們就是 那個不食人間煙火才會做生態調查 都顧身體不顧辦法 但是生態的確講是比較浪漫的一點 所以我們其實 比如說我們在做鳥類的調查的話 同樣兩個人做的調查 有沒有可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資料 有很多的變因素在裡面 就是人的因素 或是調查季節的因素 或是調查時間 早上跟下午就會不一樣 那還有很多就是 因為我們在環評資料裡面 他的環境公共是提供的資料 並沒有告訴我他的基礎資訊 就是 他是早上還下午調查的 然後他還有幾個人去做調查 他做了幾天的調查 那這個資料就會變成說 假設說我今天是AA地區 我35克60種 B地區35克40種 看起來AA地區的物種 多用性比較高 但是問題是你如果再去看他的調查方法 他是4天的 AA地區是4天的調查 B地區只有2天的調查 然後AA地區使用的方法很多 B地區只有一種瘋外線調查 那所以這樣比較起來 你就知道說 他其實AA地區的豐富度不一定比較高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資料做標準的話 就是 讓環評資料能夠抓進來這個資料庫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好 那為什麼現在 這個東西其實都還是在概念性上面的東西 主要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沒有全力去要求說 環評公司要把這個原始的資料都提供出來 因為大家有參與過環評會產的 環評大會員就知道說 廠商他只是把就是這些調查資料 經過文字化的敘述之後 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區域呢 我們在下片的時候調查到5至15 就變成書面的資料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要求說 廠商把原始資料給我們 那這個就是環保署他們 就是到現在還沒有訂出一個規範 所以地方政府有沒有這個工具可以去 要求廠商做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電子化如果說要標準化的話 就是我們學術界必須要有自己的定論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讓這個調查資料標準化 但是現在就是學術界不遇到的問題 跟政府遇到的問題一樣 就是他們都是有不同派系的學派 生態界也是 然後就會一種辦法政治表述 所以說會破壞標準喬不定 那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重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說要資料電子化 然後要協助 但是這前提就是我們必須互相合作 那現在政府有一個很大問題就是 跨領域不合作 好我想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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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